昨天儿子拿到斯坦福测试结果的一条视频 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们对儿子的赞可 有些朋友们希望安贤可以分享一些育儿的经验 安贤想说 其实作为父母的我们 教育出优秀的儿女是一个复杂 而且长期的过程 更涉及了多个方面的努力和策略 还有对孩子们的引导 安贤也简单了总结了七点 尤其最后一点极为重要 也希望安贤的简单育儿经验 能给需要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 仅供参考 第一点 首先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树立榜样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模仿的对象 我和他爸爸从来不会刻意教育孩子说 你们必须怎么样去做 我们都是以自身出发 来引导孩子们去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比如我们对爷爷奶奶的孝敬与尊重 两孩子都是从小看到大 再比如回国 我们去敬老院看望老人 让两个孩子也参与进来 这也是在无形中影响他们 要善待老人 关爱老人 第二点 一定要与孩子们建立信任与沟通 时刻与孩子们保持深厚的信任关系 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可以向你倾诉 你们错了 咱给人家说对不起 你们没错 咱们就坚守原则 爸爸妈妈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 第三点 培养孩子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给予孩子们适当的鼓励和赞美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看到 我在视频里夸儿子和女儿 孩子们的自信心啊 朋友们 一定一定是夸出来的 当他们做好的事 或者是考出好的成绩 当爸妈的 就一定一定要用力的夸 使劲的夸 狠狠的夸 第四点 一定要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 鼓励孩子们与同龄人多多交往 学会分享 在美国呀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很多的孩子 他们都很自私的 他们不愿意跟身边的朋友 一起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咱们中国的教育理念就不同了 所以我经常告诉儿子一定要懂得分享 第五点呢 一定是要鼓励孩子们参与一门艺术 而且一定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样呢 当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呀 或者不开心的事呀 就是他们释放精神压力最大的法宝 包括以后成家立业也是一样的 第六点 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责任感与自律 就让孩子们承担适当的家务啊 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 和强调自律的重要性 安森尼呢 从六岁开始 他自己洗澡 起床 穿衣服 周末呢 我会带他一起洗他自己的衣服 偶尔呢 还会让他帮助我收拾房间 女儿也是一样 该自律的时候 一点都不能怠慢 该玩的时候 你们随便 第七点 也是安贤认为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啊 一定要时刻保持耐心 与稳定的情绪 这也是安贤经常说 我脾气虽然不好 可以在任何场合发脾气 扭头就走 但是呢 在俩孩子面前 我情绪就超级超级的稳定 哪怕是天大的事 我都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发脾气 最后呢 安贤想说 教育呀 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需要咱们做父母的耐心和坚持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有自己的兴趣 能力和成长节奏 我们也通过关注孩子的独特性 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引导 才可以更有效地培养出优秀的儿女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如愿 教育出优秀的儿女 最后 祝朋友们 开心快乐 每一天 记得点赞关注哦